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全军覆没 敌方派出的一个美女狙击手 美女狙击手摆布穿扬 打死了一个无关痛痒的手下 众人火速隐蔽 狗头老高一眼就断定 对方有狙击手 火速用膀胱搜索 在没有观察手的情况下 搜索敌人确实难了点 但狗头老高表示根本不是事 他让引者出去勾引美女狙击手的注意 等待对方开枪 对方果然中计 引者火速跑位 一会跑成S型 一会跑成13型 美女狙击手就是打不着 反倒暴露了自己 当要开枪 美女狙击手靠着女人的直觉 火速转移 并发现了老高 老高也开始转移 找到新的狙击点 后发现了这个美女狙击手脑子有包 又把枪管伸出 美女狙击手被一枪毙命 众人带着金主袜拔撤离 狗头老高挂掉票 一路花铲下山 顺便收割几个惊艳 卡当夫的人前伏后继来送 狗头老高坐在皮卡后面 四代闪避buff 加子弹见了我都要躲着走的主角被动技能 我们做钓鱼材 对手穷针不死 从今就看不下去了 人继续穷针 众人分头行动 无奈对手司机无比敬业 对着主角团贴脸开打 众人直接扔了一枚手雷 将其爆销 狗头老高顺势击力中机枪 随后司机一个艾伏腾变相 撞飞一辆车 火速倒车撤离 对手拿出火箭筒被司机艾伏腾变相 直接缓过 随后一个神龙白尾疯狂倒车 狗头老高一高人弹打 在晃动的车厢内架去狙击枪 一枪把对方的车打成了印度电影名场面 再到对方汽车贴脸飞过来 只是在一枪打爆油箱 一声巨响过后直接炸出了片鸟 任务成功的小队拿到了上百万美元的报酬 来到城乡结合部的KTV蹦起了 第一次是一个顶级杀手 潇洒哥正在执行任务 三下午昨日就无比残暴的解决了一个群众演员 听说自己的徒弟美女狙击手 被狗头老高给杀了 怒火万丈前去找老高复仇 老高正在上厕所 突然就被一个枪手 偷袭 狗头老高火速与其对战 在KTV包间里的队友们 还丝毫不知危险将至 袭击者直接扔了一枚手卫 迎着拿着一个弹鱼 直接对了上去 壮烈牺牲 兄弟们火速拉开站位 进入战斗模式 连续击毙了几个发经验的小啰啰 众人一边还击一边掩护 金主八八之队 由于外面可能已经被包围 众人只能从天台转移 正中潇洒哥圈套 潇洒哥一枪击倒一名兄弟 令人想要去救 也被打众了肩膀 潇洒哥不傻二人 而是疯狂折磨 以吸引其他人来救 狗头老高和突牛牛赶来 一眼就断定有狙击手 但突牛牛管不了那么多 突牛牛不忍心看队友被折磨 但只要露头就会死 情急之下狗头老高出去 吸引狙击手注意 狗头老高这手枪 射程也是够远的 突牛牛趁此机会 急忙救人 潇洒哥一个回手套 正中摇洒 突牛牛中枪倒立 潇洒哥绝不留情 继续不响 卧槽太残暴了 两名队友没救回来 突牛牛也因此壮烈牺牲 金主爸爸吓破胆 撒腿就跑 也被一枪击中 狗头老高举起手枪 和二百多米外的 潇洒哥中门对军 两个人从头到尾 不换弹夹 互相打了几百发子弹 狗头老高肩膀负伤 只剩最后一发子弹 准备放手一波 只见狗头老高 啪的一声就站起来 很快啊 全局中 不过狗头老高 不知道靠着什么本事 居然没死 但是狗头老高 从医院醒来之后 想到死去的兄弟姐妹 突然拾了痣 跑到大街上 老婆在后面紧紧追赶 结果被一辆大卡扎 扑插一声 直接创飞十几米 原地下线 狗头老高坠毁莫及 来到东南亚某地 开启了面馆 和女儿琪琪生活在了一起 一转眼 光阴仍然 岁月如托 老高把棉库一托 好几年就过去了 琪琪长大了 情窦初开 谈了一个精神小伙的男朋友 男朋友小帅 是卡当夫的下线 突然灵机一动 让琪琪帮他送货 琪琪来到了工厂 拿到了货 随后来到邻居家帮忙 正好隔壁短命大叔 也拿了个快递 二人的快递放在一起 琪琪阴差阳错 把货拿错了 上线拿到货后 发现里面装的居然是化肥 火速打电话 告诉工厂的胡子哥 胡子哥把小帅抓起来 满清十大酷刑 挨个使了个遍 小帅实在抵挡不住酷刑 直接说货是女朋友琪琪送的 有事你找他 胡子哥带人找到琪琪 用吹风机烫琪琪大腿 致敬孤胆的特工里的韩国肖景腾 并逼问琪琪货在哪 琪琪丝毫不知内情 胡子哥看到琪琪嘴还挺硬 虽然亲起来很软 直接带走 短命书正在隔壁搓牌 看到琪琪被抓走 急忙告诉了狗头老高 琪琪被带进胡子哥的工厂 见到了小帅 这才知道自己不但遭遇了渣男 对方还是个毒散 狗头老高得知对方是泰国车牌 于是第一时间想到了女儿的男朋友小帅 顺着小帅查到了一个玩具厂 并见到了泰国车 玩具厂里的一个精神小伙 走了出来 老高不废话 直接问女儿在哪 对方听不懂 被老高一个大嘴巴子 带来一个正能踹飞树米 又一个小卡拉来送 被老高光速解决 老高杀进工厂 如不无人之境 徒手解决庶名守卫 冲进车间 看到众人正在窗户 守卫们持枪杀来 老高反杀夺过武器 如虎天忆 A2再次击毙一亿火车皮的人 科学家掏枪缓急 老高抄起幸运观众 当盾牌乱战之中 化学四季发生爆炸 整个工厂被炸成了一朵金黄色的菇花 老高出进胡子哥办公室 胡子哥正优雅的吃着泡面 老高问我女儿呢 胡子哥问我泡面了 不我祸呢 老高表示你不交出我女儿 我就血洗你大本营 胡子哥表示你我是特种兵 看多了吧 和老高开启近身大战 老高不愧是兵王出身 一打二的武区 还能绝地反击 胡子哥落荒而逃 老高解决两名楼子 找到了女婿小帅 小帅见到老高痛哭流涕 告诉了老高琪琪被带走了 老高火速去追 但是由于进度条还有一大半 所以老高没能追上 不然后面还怎么演 老高大怒要杀小帅 小帅疯狂道歉 带着老高去找中间人 一顿暴力输出过后 中间人的嘴终于不应了 说出了卡当夫的电话 卡当夫表示 一手交货一手交琪琪 约定好时间地点后 卡当夫让手下第一大将 潇洒哥提前突袭 最好是提前拿到货 琪琪也不用还 狗头老高找到短命书 拿到了货 卧槽就这么点 就这么点犯得着 这么兴师动众吗 你这都不够有钱 你这都不够有钱 潇洒哥赶到 看到狗头老高 新仇旧恨加在一起 正好一次性解决 狗头老高刚要抬头 楼梯口就冲来几名送经验的 老高举枪射击 随后一个翻身躲过子弹 暴击袭击着 拿起对方当肉盾 挡住了一发一发的子弹 随后抬手一扔 犹如保灵球 再来一个色意攻击 解决中兵丁 对这不追兵来 老高跳下楼梯 近身决战 好在这些人没有枪 只有更棒 老高利用身边 一切能利用的物体 当作武器暴击中人 短面书也前来资人 拿起灭火器 魔法攻击 狙击手 视野受限 只能换普兰臂 老高刚出虎穴 就被潇洒哥叫来的滴滴撞飞 潇洒哥拔枪就射 老高撒腿就跑 一路穿过重重街道 潇洒哥在侧面 一路追赶疯狂点色 但是老高四代 被动闪避技能 就是打不着 潇洒哥大怒 直接架起了狙击枪 老高背后长了眼睛 抓起一个靓仔 直接握倒 子弹爆头一名 不点赞的幸运观众 警察赶到潇洒哥只能作罢 老高因此躲过一劫 看着地上的幸运观众 无比心痛 随后被警方抓住 警方在其身上搜到了面粉 当场就要将其拿下 老高白口莫辩 表示比人不擅长解释 还是直接动手吧 对方一看 我靠是个狼命 直接把货还给了老高 让老高自己玩去吧 反正你是主角 老高回家写了个痛快 咋又创可题 简单包扎了一下身口 找到女儿的男友 让其带队立功 二人准备好武器 天亮后直接赴约 小帅负责当观察手 老高无声作战 先解决外围守卫 让小帅留心观察 接下来他要开主宰 小帅在远处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老高在小帅帮助下 无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群众演员 并占据了高位 老高架起 狙击枪再次解决数名敌人 此时卡当夫还在优雅的 喝着冰红茶 突然自己的人死的 就跟浪粹的似的 什么情况 胡子格报道 狗头老高来了 卡当夫表示 没有拿到货 之前不能杀老高 就那么点货 犯得着吗 你死的人都够百几十桌了 你这都不够有产的 由于众罗罗不能伤害老高 老高一仗怀传女儿 一仗特种大队 叫关之特勇 杀得了个奇境击出 导演为了让我们看得过 也还特意切换了第一视角 很快卡当夫身边 就只剩下了几个散民游泳 只能让琪琪捆伤 二手定时炸弹 准备鱼死网破 狗头老高霸气走来 潇洒哥在高处盯哨 为了女儿的安危 狗头老高只能放下武器 随后交出了卡当夫的货 潇洒哥看到拿到了货 准备动手 结果被小帅从后面裸脚 狗头老高活塑八枪 将胡子格等人全部击毙 卡当夫急忙躲避 潇洒哥破了裸脚 准备打死小帅 被老高手枪阻止 潇洒哥负伤 老高活塑去救女儿 卡当夫拿起遥控器 却没有信号 老高急忙拆掉炸弹 随手扔进了河底 你这炸弹哪买的 差评实在不行退货吧 潇洒哥看到这卡当夫如此废物 还耽误自己杀老高 直接乱枪送其杀青 潇洒哥杀了卡当夫 开始和老高对战 短命书前来救援 带着老高等人上了三轮摩托车 短命书发光发热 不到一分钟匆匆杀青 估计是着急打卡下班了 老高大怒非常 让小帅开着摩托车 老高想起了当年第一次决斗的一幕幕 准备故技重施 直接站了起来 老高带走了胜利 拿下FMVP一个打辣奖 电影结束 这就是电影火线突围的故事 我看这片全是奔着洪爽来的 结果洪爽半路就被潇洒哥给 太惨暴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 明镜与点点栏目